前夕侯友宜團隊再次有異動 新北市政府公布最新人事案 文化經營會副董事長林介佑請辭 將由官吕局長蔣之威轉任 林介佑這個舉動被外界示威說 是要從民間幫侯友宜布局年底選戰 藉由文化基金會副董事長出了缺 因為他另有職業的人生的規劃 余待玄機新北市長侯友宜 農曆年前宣布市府人事再頒風 去年八月才從新聞局 轉任官吕局局長的蔣志偉 如今在調任市府顧問 兼新北市文化基金會副董事長 而原本的副董事長林介佑 則傳出將悄悄轉進民間 替侯友宜布局選戰 林介佑是侯友宜在參選時 非常重要的操盤手之一 很明顯的就是為了年底 侯友宜市長選舉來做操盤 而且民間的角色比較具有彈性 林介佑本人不願回應 只說還在休養 最快二月會有消息 而侯家軍蠢蠢欲動 備受關注的還有他們 在臉書PO出年節 影片新北市三位副發言人 被侯友宜賦予高度期待 不僅各個外星亮眼 跟著市長貼身學習 外傳將分別競爭新莊 新店和英哥的地方議員選舉 只是原本年前要宣布 辭去市府職務投入選戰 似乎因為疫情有所延宕 就我所知許多國民黨議員都沒有辦法接受他們的議會這麼用力的幫市府來捍衛預算 可是市府竟然還要派出新人來跟他們競爭自己的職位 所以市長可能更要擔心的不是疫情而是議會裡面同黨議員的心情 農曆年前卻動作頻頻 仿佛預告侯家軍即將就位 侯友宜本人屢屢強調 目前以防疫為主不提選舉 但接下來市府團隊成員 還有誰會佔領又如何不期選戰 更加耐人尋味